他小巧玲珑 性格温顺 是小朋友喜欢的新宠 跟他底底个 大概也就到我腰这个位置 究竟发生了什么 让求助人心惊胆战 他帮把人踢一脚 每周干一次 帮帮团专家 又为什么对马如此喜爱 马是我们人体最好的伙伴 一只详情 敬请收看本期节目 倔强的挨马 陕西省汉中市的李青 在一片旅游景区 养殖了一群矮马 他们看起来小巧玲珑 非常可爱 大扮漂亮一点 宁墙矮马 主产于陕西省宁墙县境内 因其独特的体型 非常适合骑行 看着眼前自由撒花的马儿们 李青怎么也高兴不起来 随着天气转暖 出游的人越来越多 但有些挨马性格倔强 不接受训练 无法满足游客的骑行需求 这让他很着急 求助人李青 陕西省汉中市人 养殖宁墙挨马七匹 求助问题 挨马性格倔强 不接受训练 接到求助 栏目组派出帮小哥了解情况 您这个地方我感觉这个风景实在是太美了 美得跟幅画似的 就是就是 传说这是祖格亮屯兵养马的地方 这马也太可爱了 这就是宁墙矮马 对宁墙矮马 这个也是汉中当地的一个马种 它属于国家的一个保护品种 过去宁墙矮马曾经是山区农家的主要劳动力 随着交通运输和社会经济的发展 宁墙矮马逐渐失去了传统的功能 导致养殖数量锐减 2006年 宁墙马被列入国家级出秦遗传资源保护名录 这不仅让宁墙矮马的遗传资源 得以保存和延续 还让它在现代社会发展中 产生了新的价值 宁墙矮马被用于观赏和骑程 尤其受到孩子们的喜爱 这刚看到宁墙矮马 我就觉得这马是因为还没长大 就特别小 特别可爱 那像这宁墙矮马的身高 有没有一个标准 有 1米06以下 我们都能称之为宁墙的矮马 这匹马现在有几岁 是它长长了就这个样子 还是因为没长大才这个样子 马基本是2岁定型 这匹马现在是3岁 整整的3岁 像那匹马2岁半 基本身高都在90到1米0几之间 马的身高是从哪开始量 从前肩 前肩到脚 前脚 这匹马有多高 1米 1米 整整只有一米高 一米 跟它比比个 大概也就到我要这个位置 海马看起来特别的温顺 也特别的可爱 我就想骑一下试试看是什么感觉 首先先把这个安全装备先给你搞上 这里我们这几匹马 根据它的这个训练结果 训练它 告诉它 一定要配合人 信赖人 相信人 我们是相信我们不会伤害它 这个白色马呢 脾气也比较暴躁 这个就非常的乖 你来试一下 这个姜身就像个推车 是这样的 就像推车 走 来 好 走 往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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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往右 对 往右 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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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住 拉住 慢 慢 慢 再拉 再拉 别害怕 拉住 左转 哎呀 你太棒了 谢谢 谢谢 啥哥 你太棒了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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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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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主任 减速 减速 找主任 立 立 立 我也不敢大声说话呀 我就是怕吓着他 但是呢 熟悉了这个骑马的感觉之后 我觉得宁抢挨马还是比较容易驾驭的 李大哥一共有七匹宁抢挨马 其中四匹接受训练 达到了安全骑程的要求 但另外三匹性格倔强 根本不接受训练 那么性格倔强的挨马 都有什么表现呢 你第一个 他这个不接受训练嘛 你放马鞍的时候 他就开始转圈嘛 不让你放马鞍嘛 马鞍放不上 可以试一下吗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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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放一下 慢一点的 慢一点 他就是很抵触这个事儿 对 走 这也不行是吧 对 这个也不行 来来来来 你看 你看 他比较抗拒 比较抗拒 比较抗拒 不行 不行 不驾了 不驾了 走 走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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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好了 不给你驾鞍子了 走 我觉得有点太出乎意料了 因为刚才骑的那匹马 就特别的乖 而这几匹马呢又特别的倔 连马鞍都驾不上 我都不敢靠近他 出于安全考虑 李大哥没有让帮小哥 去骑程倔强的矮马们 因为他担心矮马们会惹麻烦 周末的时候游客来玩 我就心惊胆战的 就怕他把别人踢倒了 一到周末 这个老太太阿姨 穿上红色的衣服 然后照他跟前 来拍个照片 自拍一个 他光把人踢一脚 每周干一次 我给他花了很多钱了 都是给游客去 检查身体去了 那其实本来这边 周末应该是来游客多的时候 多多多 应该是骑马是有收入挣钱的 对对对 那您现在这每个周末 不挣钱还得往外 别人挣的钱都让他花了 谭笑间虽然看不出 李清对闯祸矮马的责备 但是却能感受到 他的一些无奈 那么李清为什么要养矮马呢 这还得从2022年说起 那一年李清和朋友 到牧场来旅游 觉得这里的风景特别好 环境气候也很好 就有了在这里养矮马的想法 专门供来牧场游玩的儿童骑城 有些小朋友是在书本上看到过小动物 像那种马呀羊呀 城市里面根本就没有了 你也见不到 没有机会 由于牧场是免费向游客开放 所以李大哥的收入 主要就是靠养殖宁强矮马 给游客提供骑行服务 现在已经到了旅游旺季 我们现在要加紧把矮马训练好 符合安全骑行的标准和要求 然后是劳动用工 我们把当地的一些安全员 这些都是当地的村民 矮马训练好 给游客提供了很好的服务 我们需求的劳动用工就多 也就帮助他们提高了这个收入 如果能把倔强的矮马训练好的话 那不仅是帮到了李大哥 也是帮助当地的农户一起去增收 所以我要赶紧找一位专家 帮助他去解决眼下的这些难题 矮马为什么总是在转圈 他是害怕吗 不行 不行 矮马到底能不能听懂人类的语言 喊他的名字小白龙 他头马就回过来了 帮帮团专家现场调查 究竟发生了什么意外 不行 这马不行 更多精彩内容 请继续收看 倔强的矮马 针对李清遇到的问题 栏目组搜索田园帮帮团专家库 找到一位训养硬强矮马的高手 本期节目帮帮团专家 雍兴玉 陕西省汉中市宁墙县人 国家宁墙马保重厂厂长 研究宁墙矮马二十多年 养殖宁墙矮马二百多匹 接到求助 帮帮团专家 雍兴玉和邦小哥 一起来到李清的牧场 现在咱们先抽筹马 要不把这个咱们集中一下 好 我拉过来 来 抬起 好 走 这个马呢是前胸比较宽 就这个位置看这么一圈半 你看这样 前胸宽到以后呢 就骑到上面那个 就很舒服 就像我们做板凳一样 宽板凳和窄板凳的意思 这个年龄大概在三岁左右 正常的驼用呀 骑乘呀 这都没有问题 这个马呢是你看 全身都是通体的白 这个马颜色比较少 很稀哦 佣老师啊 这个马比较倔强 你能不能帮我看看 怎么把这个胺子 能安全地给它背上 你先背试试我看看 好 它好像就 转转就 就转圈 就一直在躲这个马 李大哥 这样 你这样不行 来 我来 你看 它如果有名字 我们最好先叫它的名字 有名的吗 有 小白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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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听话 来 来 闻一下 来 然后慢慢地接近它 在脖子秤一秤 一定动作要轻 幅度要小 我是怎么都架不上呀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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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闻一下 来 来 闻 闻 闻 来 慢一点 慢慢地放 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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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重复这个动作 每天要重复很多次 这样它就对人就不敏感了 好 李大哥眼中这批倔强的小白龙 从来不让人骑成 现在已经被专家顺利带上马鞍 李大哥感到很欣慰 他满心期待庸老师能彻底驯服小白龙 小象脾气 没事 这也太强了 我给你牵着 虽然顺利带上了马鞍 可是小白龙到底能不能让庸老师骑成呢 注意安全 没问题 我们先牵着溜溜试试试看 好 我先牵着溜溜 你不用踩脚 不踩不踩 你两个腿夹住它 正当一切都看似顺利的时候 意外却突然发生 不踩 踩着反而不稳当 我感觉这个 没事 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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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吧 怎么样 没事 没事 坐下 这也太拒了 这手还牵着的 庸老师意外摔下马 让大家都捏了一把汗 刚上去以后 一个没有经过好训练的马 它很容易把人踩上的 如果马从你身上 人身上踩过去以后 这个危险系数还是比较高的 好在有惊无险 大家都感受到了小白龙 来自心底的那份绝强 那其实我觉得像这么倔的一匹马 要真正的从架上马鞍到人可以骑行 应该不会这么短的时间这么快吧 这个训练仪器马是一个很漫长的事情 就是你快的 马的脾气比较好的可能就十来天也得 如果脾气不好的难以训练的 十天半个月一个多几个月都有可能 甚至是几年都有可能 不仅是宁强矮马 所有马匹的驯化过程和训练结果 都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 包括它们的生活环境 接触的人 以及它们自身的个性的 有的马从小接触人类比较多 并且天生好奇 愿意探索和学习 这样的马匹性格好 容易训练 而有的马匹则完全不同 那么想要安全骑乘矮马 到底应该怎样进行科学的训练呢 就是我们要进行一个脱敏训练 什么脱敏就是对于它敏感的东西 让它产生疲劳就是不太敏感 脱敏训练的目的是为了解除马匹 对人或事物过于恐惧或敏感的心态 通常来说脱敏训练在马匹出生七天以后 就可以开始了 而且开始的越早 马匹越容易适应未来的训练和工作 最开始我们就是跟马多接触 多摸一摸它 这叫接触脱敏 庸老师 我平时和它接触时间也长 也摸它 为什么不能达到你所说的脱敏的效果 我摸它的时候也要讲究方式方法 不能随便去摸 我们要先从它脖子开始 然后慢慢地摸 从前往后 从前往后 然后从上往下 然后慢慢地去摸 然后你这样重复很多次很多次 它时间上的自然 它也就对你就没有什么防备心理了 听了佣老师讲了以后 我是不是可以理解 就是说要有一定的方法去跟它沟通和交流 才能起到我们想要的结果 而不是我们盲目地喜欢去摸哪个地方 就摸哪个地方 是不是这样的 是 之前我们也和马匹经常接触 由于我们方法不够正确 没有循序渐进地去给它去做脱敏的训练 致使我们不能很好地去训练它 那像您说的除了这个接触脱敏 还有其他的训练方法呢 声音脱敏 声音脱敏就是我们平时多教教它里面的名字 多敢聊天 您这跟马聊天它能听得懂吗 这个能听得懂 我经常跟它们交流 我一到马房的时候我喊它的名字 小白龙 它头马就回过来了 这边它能听懂我再叫它 然后平时我给它吃的时候 然后我带它走的时候 跟它去交流它能听得懂 只不过无法用它的语言来表达 但是它能用它的行为来表达 包括我们以后像骑的时候 什么跑步呀慢步呀停呀什么东西 时间长了它会能听懂我们的话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装备呢 也要进行一些脱敏 经常去闻我们的一些装备上马鞍啊 你的马靴呀马库呀不让去闻一闻 它的这个也就没有这个恐惧性的 说到鞍具脱敏 细心的雍老师又发现了新的问题 就是个鞍骨很硬没有弹性 鞍骨指的是 就是这个下面这个你看这个架 整个是钢板 这么厚的钢板 就一点抬心都没有 我们可以试一下 人家往这一放 你看你呀 看一点都没有 因为我们这个景区游客量比较大 起码的这个游客呀小朋友也比较多 我们选择这个鞍具呢 第一个考虑它是经久耐用 然后它这个鞍具上面这个手把环这个比较大 小朋友两只手都可以抓在上面 你刚说的这个 这个马呢比较典型的一个优优点 但是它也有它的缺点 这个马的那个背的宽载它都不一样 这个马鞍骨呢 不会随着马的这个背改变 如果长时间的放到马背上 就容易把马这个背上的皮啊给磨掉 就是马会有这种恐惧性的 对于倔强的矮马来说 倔强的性格是与生俱来的 但随着马体慢慢长大 可以通过科学的脱免训练 让他们学会信任与合作 让性格变得温顺 到底应该怎样进行科学的脱免训练呢 勇老师邀请李大哥 到他所在的养殖基地参观学习 是什么样的矮马 让求助人兴奋不已 看见他都想把他抱在怀里 把他亲一口 参观学习为何上演成语比拼大赛 一马当先 一马平川 一马平川 预知更多精彩内容 请继续收看 绝强的矮马 为了实地了解如何对倔强的矮马 进行科学的脱免训练 李青来到庸兴育所在的养殖基地参观学习 对马来进行脱免训练 我们里面有比较重要的就是给马抠蹄 经常给马抠蹄 我们修马蹄的时候都比较简单 给马抠蹄是脱免训练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马蹄是敏感部位 在抠蹄过程中能够帮助马匹适应护理工具 以及驯马人的接触 减少不适感和恐惧感 有助于马蹄在其他训练中保持合作与稳定 把这个刷一刷 把里面张都全部要刷掉 刷掉完了以后呢 我们把这个削掉 把多余的提心 削掉 为什么要刷这个 这个削完又空的 它有弹性 李大哥呢 你来试一下 好的 好的 手上往下摸 一下抓住 我去提 对 我们把它刷一刷 抠一抠 放鞋子轻轻地放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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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完了以后拍鞋子 对它一种奖励 你很棒的意思 配合好 对对对 就这样 除了给马抠蹄 勇老师又请李大哥 一起给马洗澡 让李青好奇的是 这洗澡和脱敏训练 又有什么关系呢 在洗马的同时呢 给它擦洗一个洗发水 我们需要用汗瓜 给它多余的水给它刷掉 其实也是这种覆磨 也是一种接触性的脱敏 最敏感的是耳朵 慢慢地接近它 然后摸耳朵根部 先转到根部开始 然后慢慢地往上扭 抓住它 给它揉一揉 给它转一转 摸完以后一定要奖励它 还配合就是 你很棒的意思 我觉得这个脱敏训练 是非常重要的 脱敏训练很重要是吧 非常重要 对于天生倔强的马匹来说 不能急于训练 可以通过给马抠蹄和洗澡 培养马对人的信任 增加双方的情感 久而久之 让倔强的矮马变温顺 也就便于训练了 李大哥也认识到 脱敏训练的重要性 可是马鞍的问题 又该如何解决呢 咱们这个鞍子是那个 叫中和鞍 这是虫牛皮做的 这个鞍骨是塑胶板的 比较厚 你看 还有弹性 它是软和的 对 咱们看里面 有软和 比较厚 你看这 所以放到马背上 马舒服 这个东西你看 我们这个 它是跟马贴合得非常好的 通过庸老师我讲了以后 我们也就认识到了 这个鞍鞠 对马的这个重要性 回头来 我们就会陆续地将 原来的一些游客鞍 把它淘汰掉 把它更换成 马匹更舒适 游客更舒适的 这个综合鞍鞠 李大哥发现 庸老师训养的矮马 性格非常温顺 但他更想知道 骑程起来怎么样呢 走 走 一番骑行之后 李大哥确实感受到了不同 哈利 怎么样 您觉得这马怎么样 没问题 没问题 这迅的可以 迅的可以 为什么呀 迅的可以稳定 它在这里应该经常跑 而且它把这个步伐也非常好 一进来以后 快慢 它基本上还能掌握得非常好 这个马呢 它是以前双门贡子哥 这个贡小朋友起的 所以我们脱米训练 都做得很大位 安静也是 然后它和马比较贴合 和人也比较贴合 然后我在上面起座的时候 感觉非常贴合这个腰身 好马配合 就是这个道理 真的会有区别 有区别 有区别 绝对的有区别 骑行的这匹矮马 已经让李大哥心悦成福 庸老师又把大家 带到了矮马平时生活的地方 我看您那是分了三个群 为什么要分开 最那边那个群的是 寇贝公马和总公马 中间这块是带产的母马 像这个群就是 已经下了的 五个月以内的 这边这个群 我觉得是最可爱的 因为有好多的小马 基本上都是妈妈带孩子 那里面那个小的 对 特别小 多可爱那个 最小的大概是有几天 最小的可能一个三五天 最大的也就三四个月 你有喜欢的吗 咱看看 我太喜欢了 这个小橘子确实漂亮 我看着小马橘子这么可爱 我看见它 都想把它抱到怀里 把它亲一口 非常的喜欢 看见以后 这类型就缩不缩那种喜悦 喜悦自信 无以言表呀 您为什么对这个马就这么喜欢呢 从古至今 以马为字的 或者以成语的 都是非常吉祥的东西 它本来也是一个吉祥的东西 举几个例子 马到成功 马到成功 是吧 龙马精神 龙马精神 一马当先 一马平川 一马平川 凡是有马的 都是好词好聚 李青对矮马的喜爱之情 易于言表 他也很想知道 专家平时是怎么和矮马相处的 第一个 跟动物打交道很单纯 第二个呢 马是我们人类最好的伙伴 它是我们家庭成员之一 我们对待马就要对了家庭成员一样 有一次我骑马 骑马 当时是旁边有个放炮的 就把我从马背上摔下来了 但是我那样就故意地躺到地方 不动 那这个马就来了 他就看这个我这主人怎么了 是不是摔伤了 他就站在里面上 他就不停顶你顶你顶你 这就是很感人 我觉得这个马儿就是 他对你一种信任 他也在关心你 李青和专家庸兴郁说起和马儿的情缘 真是几天几夜也说不完 他们都从心底流露出对动物的喜爱 甚至还有几分依恋 我发现他跟我有些共同的爱好 第一个呢 对于马方们的支持 他是很去学习的 第二个 对于马方们这些实际的操作 他愿意这个去尝试的 我觉得他这个是比较可贵的 通过在保重场的学习来 更加坚定了我对这个马的热爱 我们还要继续地向佑老师学习 怎么把马匹把它管理好 怎么把马匹刺养好 参观结束后 李大哥认识到自己在训马上存在的问题 相信在佑老师的帮助下 李青对性格倔强的矮马进行科学的训练 然后又换了这个综合安具 这个我们牧场游客也增加了 小马也能给我们带来一页收入了 再次感谢栏目组 好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i know you